哈喽,大家好,我是肖光,欢迎支持千两格 这节课教程是添加检测不出来的后门 我们需要两款元代码,我先找一下 这是我前几天刚写好的 先把360退了吧 其实呢,也是挺简单的 这种方法呢,是我前提是 那个人会一般用文主控端 他是会关掉360的嘛,对吧 然后检测不出来呢 一般我用的工具有那个腾讯的哈勃系统 以及这一款 找一下 以及这一款分离 捆绑分离工具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一般论坛都用这个跟哈勃系统 好,我们开始添加吧 我们随便找一个比较 比较典型的元代码吧 服务端跟被控端都是可以添加的 这里呢,我准备了一份这种 以管理员全线运行的代码 因为我们问时系统他有时候是需要权限 才能释放出文件的 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管理员全线 就加这个代码 这使用方法 我们加服务端 加完之后我们再加备控端 找一下我们的代码吧 添加后门 好久没加后门了 我们就这里不换行 这里代码解释的非常清楚 我们这里也为tags吧 这里它会释放到c盘 你们这些自己改 然后我们就复制这段代码 我们就找 看一下 就这个吧 一般我们用主控端的时候 第一次用肯定是用到生成 找一个这个位置 它这里是写入 就给它加在这吧 然后你们记得加密一下 我等一下再加密一下 加密也可以 或者隐藏 这个它已经有了 不过好像貌似不是 我去看一下这个什么 应该也是一种以管理员权限运行的代码 有点像 如果不是我们替换也行 然后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改一下这名称吧 它 txtttxttxtxt 然后把我们刚才架设好的 把我们架设好的这个托进来 复制一下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粘贴进去 不同情况的 远控的位置是不同的 你看它在编译 好 编译可以了 那我再编译一下它 可以 我们以绿色印型吧 现在动不了是因为它在下载 看见没有已经下载完成了 在我点生成的时候 还是在用这功能的时候 它就已经下载了 这个不能上线吗 可以啊 看一下怎么回事 它有下载的 再试一遍 在点这个的时候 去看一下 这里的话 有一个延迟 你们可以到时候再编 我看它有没有下载下来 它没下载下来 温暖 温暖 换个位置也行 看一下 在这里 将它再生成出来的时候 我清理一下 把它先推出了 这款温暖 这款温暖 有bug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 试一下下载 可以下载的 清理一下 怎么回事 我QQ音乐好像坏了 换一个 等一会儿 没音乐听得很烦的 没音乐听得很烦的 没刷的吧 就直接用这个好了 能不能听随便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在它生成保存出来的时候 它是 把这个先拿走 好 它访问了 正在下载 下载成功之后 它报了一个 blog 可以下载下来吗 没有 再试一遍 老是只访问不下载 有可能跟我的系统有关系 我们以这个管理权限运行 也只是访问了一次 也只是访问了一次 我换个位置吧 换个位置 把这个代码剪出来 我们把这个 这些支持的东西也一起拿了吧 诶 不是这 把这些同文件 把这些同文件 也给它加到前面去 当于 当于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是不行的 我把这个删掉重新再写一个吧 这次我们就直接放在这 然后以管理权限呢 这些我们先复制一个 而不是引入啊 是新件 插入吧 然后新件 插入 记住 制定1 制定2 4 然后这里ID为1 不是这个 这个 我们给他改 这里不能改的 就制定2 4 然后id为1 这里粘贴全部代码 然后现在变成 又是bug 好容易坏哦 这款程序 哇靠 做兄弟要讲义气 走江湖要讲道义 它闪了 说明已经下载了 好我看一下 每次都只是访问了一下而已 那就说这里的是不行的 我们只能换位置 看一下这个还有什么位置可以加 主要就是在它生成和访问的那一刻 给它加住一个后门代码吧可以这样讲 这里应该可以 干脆就不要了 访问是访问的为什么每次都没下载呢 挤得怪呢 我们给它拖到虚拟机去试试 有可能跟我现在本身的系统有关系 但是我已经加了管理员权限代码 得看一下了按到底说是可以的 或者是我这些代码错了 代码应该没错的 这里少了一个吧 试一下 点一下 它又下载了 它又下载 注意看它又下载 但是我们的没有上线 去看一下 没下载下来 按道理说应该可以的 但是因为温时的管理权限 管理的太严了 我们这次把这里改完之后再编译一下 应该缺了这个横杠吧 有些慢 我在本地的话 我这个slip我就暂时不要了 我们换个位置 这里代码 在码里面可以根据这样子的 我就觉得这个延迟有点反 因为我在本地下载它是很快就下载 屏幕控制 一般人拿到的话 第一次用肯定是屏幕控制 找一下位置 这里是一个定义 找到这个编程的位置 在这 如果不行呢 我们就换一款圆码 无所谓的 最后试一次 如果不行 我们就不要了 就换一款圆码 这个应该可以 然后我们选择屏幕控制 直接就烂掉了 没有 没有对吧 换款圆码吧 这种bug比较多的建议还是不要了 我把这个也换一下 我把这个也换一下 复制一下 生成一个出来吧 这里我们改成本地IP 点击一下测试 可以 可以就换出来 把这个复制了 这款我们就不要了 这款我们就不要了 因为它bug很多 我换款没有bug的 在一起 在一起 OK 在这 选一款吧 就一塌吧 这算是老元吗 主要就是找个位置 ghost 这不是ghost 如果没有工具栏的那一种文 只能找这个 找这些位置 然后复制一下 找一下它的定义 在这 go过去好了 直接 还是复制好了 go的话 它只是去它后面的另外一个定义 它应该在这里 然后这里是一个定义 还有一个 在这吧 然后 我们把这个管理员权限的也给它加进去吧 插入 制定义24 这里为1 ID为1 然后把代码粘贴 直接编译 收起来 等一会 等它编译出 这文件管理有警告 好累啊 好累啊 再编一下 编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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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 127.0.0.1和绿色 为什么这次还是这样的 难道是我的这个后门代码错了吗 就去找一下 我添加过很多次了 我换个代码再试一下吧 哎呀 哥哥这玩笑开大了 少了一个血杠 妈了个蛋 127.0.0.1绿色吧 好它下载了 这次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 好上线了 在生成的时候 我们插住了这个后门 插住了这个后门 然后它就运行了 在这 你们位置可以自己换 我们试一下功能 功能都是正常的 嗯 除了这个创建客户的这个位置呢 还有其他位置可以加的 我们把这个后门先卸了吧 嗯 为什么我说它是过检测的呢 代码现在就换为这个 然后这个也是需要的 我们试了就知道了 你看它都不行的 我们只有去选 一般管理员比较懒的话 他就直接不管了 这分离器也要以管理员 如果你是温期呢 就没有这么多东西要搞 黑工具 管理员身份运行 然后选一下原目录在这 除非呢你点到这里 然后它在生成的时候 你去点 这样去检测 一个一个功能去检测 它才会分离出来 对吧 它只有这样一个一个的去分离 一个一个功能的去检测 它才会分离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 就不用看了 哈勃系统它也是过掉的 不用想 然后背空端这里 我就选了这个创建客户的 你们要选哪里都随便你们吧 我就不管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后门 先 建议呢 建议你们呢 在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对吧 给它改一下位置 然后 在这里的话 用到这一款工具 隐藏一下这些制服转 比如说这个 在链接 然后随机 生产复制 都很简单的 我就不骄傲了 然后 粘贴到这里来 把这个也一起吧 因为有些人他习惯性会去检测 这个点 121 点 121的后缀 复制 然后把双一号这里一起去掉 这个位置已经有了 一起 逐渐 有错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恢复一下 哦 斜杠不一样 再复制 斜杠不一样 这样隐藏一下 这样子C32检测 反编译什么的就 哎 这里哪里错的吗 全都给它恢复一下吧 没错呀 为什么会这样子 隐藏不了 只能隐藏这个链接咯 这些东西为什么隐藏不了呢 我就搞不懂 到时候你们再想办法自己就搞吧 一般呢我习惯性是会抹掉的 好我们换一下位置吧 把代码复制一下 这次呢我们加符端 那边 符端的话 如果一定要用的符端也要加这个管理员权限啊 先给你们讲 用到某个功能的时候 他才去执行这个代码 这样子他才能过掉 找一下吧 屏幕控制 诶 就屏幕吧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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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控制 找一下位置吧 我也很久没玩这种后门了 屏幕查看 这个 然后它是在这里 嗯 在这刚才已经看见了 我没有注意看 直接编译就写了 这些什么所谓的加密啊 分啊 用加密应该是可以的 你们用加密吧 我这里加密我就拿着搞 就做一个演示而已 然后在他用一些 比如说我先创建一个吧 127.0.0.1 绿色生成 用某个功能的时候 比如说我用这屏幕控制 需要等一会 等一会之后 他就下载了 就上线 好对吧 他已经下载了 已经上线了 看见没有 先上线了 然后他下载是 在 这里 用那个工具检测也是一样的 不用想 用那个工具检测也是一样的 好 我们给他卸载掉 卸载掉我们的还是在线的 为什么说这一种方法比较好呢 因为 添加位置 他添加的位置是某个功能的位置 而不是说他在运行的时候就下载 我们的这一个后门 这样子的隐藏性比较好一点 可以这样说隐藏性比较好一点 然后你如果他感觉到为什么比较慢呢 你就直接跟他说就是 可以说是你的服务器卡 或者说你映射端口的工具卡 可以这样跟他讲 添加位置呢就是功能的位置 你们也可以在本机的不一定是这个春天客户 你也可以在什么本机在用这个屏幕控制的时候再给他释放出 原理很简单就是在某一个功能运行的时候给他插入一个后门 懂了没 好本节教程就差不多到这里 这里有注释啊什么时候 如果你的HFS搭建的下载比较快 你可以把这个Slipper去掉 好 结束一下 再来 我们下车